中秋節熱來接近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馬檸檬大街 冰心斜對面 VSN旁邊的 冤香餅家 你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要擺絲海 請這裡的師傅 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月餅 今天來到這個店 我們順便去看看 店面有什麼樣子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類型的 麵包 snack 還有蛋糕 這間店真的豐富 一進來就有很多美食可以吃 我們終於進來了 旁邊這位就是冤香餅家的師傅 師傅你好 阿兄 剛才我看了一些 你們的製作過程 你是完全是用手工 一吋手工製作 簡單一點 用手工製作的皮 皮 然後就包割過程 還有引進來 然後我們再用一行 現在示範給你們看 好 看我 做月餅的皮 然後我們將它拆均勻 我們將它拆到 皮和麵粉 差不多到牙齒 軟香這個品牌有多久呢 軟香這個品牌 軟六年 我自己本身做了二十多年 現在我示範一下 好 我用手工去包 開始的時候 裡面沒有太多粉 慢慢慢慢地包 這樣才能做到 是薄餡 你的底部不會噴 OK 我試一下你 好 首先呢 撒少許粉 少許就可以了 之後呢 這個呢 拿這個 摸平 這個呢 放下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 用個手勢 包進去 隨便拍攝 再印上去 試一下拿出來 明白 不可以 先按緊 先按緊 按緊 OK 就可以了 好 好 首先呢 要謝謝師傅 你教了我一些提示 如何去做月餅 那麼漂亮的一個手工月餅 我要怎樣才可以購買到呢 可以直接到另外一個店 又或者你們可以去到Facebook 軟香的地方 都可以 這裡還有一個提示給大家 但是你可以成為會員 怎樣成為會員呢 但是只要你來到這個店 消費超過10元呢 你就自動性 變成一個永久的會員 這樣來到呢 每一次你消費 都是有18%的折扣 所以記得 如果要買精美的手工餅 或者蛋糕 記得來軟香餅家